2015年8月18号 百革时事为你整理评论 今天的两则评论 都是针对近日引起大家关注的 梧桐领袖图推翻政府的课题 首先我们先来看中国报的评论 标题是 番薯不怕落地烂 中国报专栏作者真子全写道 老二阿莫杂西 讲话像在挤牙膏 一点一点讲造反者的身份 是个老人 让大家去猜 让可疑人士自己站出来表态 不表态的如同自杀 作者说 这对闹饥荒狩猎的老人 就这样左右了这个国家的民主 多少年来就这样重复上演 借师还婚 碰到权力就堕落 忙着内侯挨巴叫妈 面对外界质疑本事不济 面对经济危机 推给食运不济 这个国家如何能健康得起来 真是悲哀过悲哀 把国家大事当作家族大业来办 老人老党代代相传 证明了番薯不怕落地烂 只求枝叶带带蛋 巫统可以做成匾儿送给自己了 接着来看光明日报的评论 标题是 谈阴谋不需铁证 作者慕容公子质疑 阿末杂西说 巫统有人谋反 这番言论不知是造谣还是阴谋 他前一天才说谋反 隔一天又说谋反者已知错了 难道大马的政治谣言和阴谋 就这么简单和天真吗 大马是个没有真相的国家 社会太过法政治化 一切尽在谣言和阴谋之中 作者举例 敦马哈迪不是一直在逼宫吗 天下哪有这么公开 摊在阳光下的阴谋 安华边天不成 反被国阵收买了明年的议员 把明年执政的霹雳州给边天去了 这也算是谋反吗 阿末杂西的谋反论 除了威严耸听以外 还真看不到实际的真相